但是你看到近日内房又不会一米下跌 有时都会有一个比较急的反弹 你怎样评估今次的事件 内地他们譬如监管部门 或者地方政府的介入之后 这件事会怎样埋眉呢 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我估计也最大可能 都是大型的内人股 又或者大型的肯定不及格买单 是 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内房股好像没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内房股应该不是由他们买单 是 所以最终可能是由政府牵头 其实之前有些报道也说过 可能会有一个乘楼的内房基金 由一些政府出一些钱 再由市场囚购资金 钱还何来呢 当然是由最肥的那些 就是大型内人股 保险的遣资 可能都是囚购资金的渠道 然后就做一个所谓包底的保证 希望挽回市场的信心 所以最终的买单 可能是大型的机构 是去挽回市场的 始终他们有这样的实力 亦都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可能内房股 你说在这些事件之后 当然 基本来说 暂时我都叫大家不要提着 因为不要先不要说难不难尾 或者还存不存在 那间公司 而是说其实你整个内房的行业 那个气氛 就是内地的楼价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 那你难尾楼事件出现之后 全国这么多的维权 说要断工 其实你反映了一个信息出来 就是说你以后买楼 不要买楼花了 延楼器出来也先看看 这个信心问题很难量化 但肯定是对楼市的投资 整个楼市的气氛是有影响的 所以其实你说内房的 基本因素来说 都比较一般 其实从几个指标来说 譬如今上半年内房股 他们去买地的步伐 完全货慢 基本上很多的大型发展商 是零买地的 就是不要再去新增投资 又或者看回楼价 我早前也提过的 其实就是 可能由今年4月份开始 其实内地的 看回这么多的城市 比较楼价上升和楼价下跌的数字来说 其实你看到4月份开始 下跌的城市 很明显已经多过上升的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内地的楼市 真的是趋向疲弱 所以基本上 我们说内房股 暂时真的给不了什么支持它 再加上我刚才已经先撇除那些 究竟什么时候难尾 去到多大 我们暂时都不会知道 所以不会提 其次我们说 最终楼价股买单 大型楼价股 我不担心会出事 因为他们的资本实力是比较强的 而且对比 譬如他们的市场出出之后 很多大型楼价股 立刻跳出来说 我们的数字 说明显得占大约0.0几 或者是0.1 这样不是很大的影响 当然你都预设加上少许税份 可能实际会差一点 但其实也不是太大不了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 大家都知道是一些乡性银行 那些地方是银行的情况 那些地方究竟 那些泡沫多大 那些泡沫多深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最终他们要买单 要买多少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这样判断的情况之下 你刚才提到的 譬如花期的数据 都占了1.2% 去高预股盈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对内银股来说 一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 所以其实无论内房 不要看内银也好 其实这件事来说 都会拖累着他们的股价表现 其实在这件事出现之前 由于内地经济增长货门 在大趋大环境之下 这两个板块 其实本身都没有什么大大的升幅 只有波幅 那内房股更加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去年开始的 就是保保事件 或者本身恒大这些事件 其实都经常气氛得差一点